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 亚米奇斯 不幸的事情 当戴洛西朗诵国王葬礼纪念词的时候 我却看见弗兰蒂在那里偷偷的笑 我看见了他 觉得他真是太可恶了 无论是谁的父亲来学校 当他斥责自己儿子的时候 弗兰蒂都在那偷偷的笑 别人哭了 他反而笑得更开心了 他在学校里只害怕卡龙 见了卡龙就躲得远远的 但是 见到小石匠就会欺负他 因为小石匠个子小 他也经常欺负科洛西 因为他的一只胳膊残废了 他嘲笑过很多人 只要看见比他弱的人 他都要欺负 而且 每次见到人家都要打 直到把别人打伤为止 我感觉他讨厌极了 可恶极了 我也害怕他 弗兰蒂甚至连老师都敢当面耻笑 只要有机会 他还会偷别人的东西 偷完了 他也不承认是他干的 他几乎和每个人都吵过架 为了打架 他专门把一个大别针带到学校来 经常用它来扎周围的同学 那家伙的一切东西都弄得破破烂烂的 很脏 他的隔齿上尽是牙齿印儿 钢笔上也有咬过的痕迹 指甲也是用牙齿咬下来的 他的衣服上总是脏兮兮的 那都是因为打架弄的 听别人说 弗兰蒂的母亲因为操心而生病了 这个家伙三次被父亲从家里赶了出去 母亲来到学校里总是哭着回去 弗兰蒂这家伙恨透了学校 同学和老师 老师不管他 他就闹得更凶 老师对他温和点 他反而会嘲弄老师 要是对他发脾气 他就用两只手捂住脸 老师以为他在哭 其实他却在偷偷地笑 他曾被学校赶走过 可是等他回来的时候 他比以前闹得更厉害了 有一天 戴洛西对弗兰蒂说 你怎么这么喜欢恶作剧 你没看见吗 老师都为你难过 可那家伙却一点也听不进去 反而吓唬戴洛西说 小心我把钉子扎进你的肚子里 在今天早晨正上着课的时候 那家伙却被老师赶出去了 这是因为老师正要让他去抄每月故事 弗兰蒂却往地板上扔了一个摔炮 声音大极了 教室里的人吓得都跳了起来 老师生气了 他猛然间站起来 喊道 弗兰蒂 你给我滚出学校 可是他竟然回答说 那不是我干的 他边说边笑 老师发怒了 他走到那家伙旁边 抓住他的胳膊 把他从椅子上拽了起来 那家伙虽然拼命挣扎 但还是被拽了出去 老师连拽带抱地把那家伙送到了校长那里 过了一会儿 老师一个人回到教室 看起来他又伤心 又生气 我在学校教了三十年的书 想不到却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老师一边摇头一边说 说话的时候气得浑身发抖 全班同学都感到很难过 这时候 戴洛西站了起来 说道 老师请您不要伤心 我们大家都是非常爱您的 老师听了这句话 心情好多了 白白手说道 同学们 我们继续上课吧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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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